ESG時代來臨 為了推動永續近零 政府單位與機關積極攜手合作 要打造永續經營的競爭力 這場旺旺中時舉辦的 低碳綠活永續發展ESG論壇 特別邀請產官學代表 透過多元系列的主題 分享ESG理念與成果 就期望短話來講 我們唯一沒有國界的 就是大家一起都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種樹 那樹種的越多 它越能夠對地球的 溫室氣體的效應越能夠降低 降低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去美化環境 故土防沙 像我們在新竹寶山 很具體地就落實了一個 叫聯誼書屋計劃 只要帶一本書到我們的書屋去 就可以獲得一份免費的咖啡 一份免費的點心 走的時候還可以帶本書走 讓書本去旅行 少砍一棵樹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種概念 探權本質上 是隨著它產出的機制不一樣 那如果它是在 在我們所謂總量管制跟交易的制度之下 這個探權本質上是在執行國家的管制目標的一環 所以我們希望給企業在從事減碳的 這個淨零的目標來說 自己做減碳的工作還是比到市面上去買碳權要來得實際一點 ESG這個議題我想近兩年來在社會上都一直在發酵當中 各行各業對這個淨零碳排 永續環境以及這個公司治理這三個面向都非常的重視 那中國時報有建於此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宣傳能夠達到這個社會各界來關注這個議題的一個效果 因應ESG所帶來的挑戰專家學者與企業針對環境保護綠能低碳循環經濟等議題進行探討 要攜手建構更美好的未來願景 中視新聞網綜合報導